行走古迹讲故事 我是负责给您说书的昆仑流石 今天呀咱们就来到香山的碧云寺 去罗汉堂聊聊这五百罗汉的故事 香山的碧云寺可是一座老庙 这座庙啊元代至顺元年就开始建了 可是比起整座庙来呀 这罗汉堂的年纪它并不大 这罗汉堂啊是乾隆十三年 在乾隆皇帝的寿意下才修建的 它仿照了当年杭州敬慈寺的罗汉堂 总共啊素有罗汉五百零八尊 这些个罗汉呢都是木胎雕刻 外边呢在富裔金箔 都是当年朝廷派宫廷画师 到杭州敬慈寺去抄的罗汉谱 回来之后乾隆又为这些罗汉啊 亲自排了座次 制作这些罗汉都是从杭州聘请来的木雕高手 二百年过去了 您置身于碧云寺罗汉堂之中 仍然能感觉到 这些佛像的庄严与慈悲 可见这些艺术精品的感染力有多强 这乾隆本人呢 他笃信佛教 所以呢他早就有想法 把自己的形象啊 安插到这佛祖的身边 于是乎啊 他就借了这次机会啊 把自己的形象塑在了一尊佛像的身上 不但如此啊 他还把自己的偶像 康熙大帝的形象 也塑进了这五百罗汉当中 那么到底是哪两尊罗汉呢 这个说法可就不一样了 第一种说法啊 说这二百九十五尊是康熙 称为暗夜多罗汉 第三百六十尊呢 是乾隆称为植福德罗汉 这呢是民间的广泛流传 不过呀 还有一种说法 他来源于紫禁城 当年啊 很多清代的太监呀 来这个碧云寺烧香 总是啊 跪拜这尊罗汉 就是他 位列四百四十四位 叫破邪剑尊者 这名字怎么那么像骂街呀 倒是啊 从侧面反映出了乾隆啊 一些生活作风问题 破邪还剑 不过您看这破邪剑尊者呀 他确实和别的罗汉不一样 别的罗汉呢 都是一身袈裟道袍 这尊罗汉呢 头上戴着帅子盔 脚下蹬着虎头战靴 内穿软甲是外照蒸袍 俨然是一副天子出征的打扮 所以说他是乾隆皇帝的化身呢 我还真是信了 那他为什么排在四百四十四呢 这个数字啊 他听起来可是不得吉祥啊 这您就多虑了 这古人呢 他不搞这谐音梗 所以四这个数字啊 在他们心里啊 也并不忌讳 您别忘了 这乾隆皇帝的一生啊 他跟这四有缘呢 首先呢 这佛家讲究四大皆空 其次呢 他又排行在四 最关键的呢 他又是这清朝定顶中原以后的 第四位皇帝 差不多了 再往下编呢 我也编不下去了 总之啊 他排在四百四十四位的这位破邪 建尊者 那是乾隆的化身 惹定了 我呀 他本身不是佛教徒 所以呢 拿他们打打哈哈啊 这心里啊 没压力 再者了 您别看我 拿人家开玩笑啊 我可讲理了 每次去庙里啊 我都带着我的香桶 给这佛爷菩萨老罗汉呢 挨着个的都焚上香 可我不拜佛啊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觉得啊 就这年头 您上谁家串门去 不得拎个点信匣子 带个二斤苹果什么的 这呀 算是咱们懂礼貌会客截 知道如何交朋友 整个这罗汉堂里啊 有五百零八尊罗汉 五百罗汉呢 在坛上坐着 还有七尊呢 在地下站着 不过有一位更特殊的 在房梁上趴着 谁呀 纪公活佛呀 至于这纪公啊 他为什么上了房梁了 这事不好说呀 有的说呀 是身份比较低 有的说呢 是开会来晚了 不过呢 这也正常 反正我上学那会儿啊 一旦要是迟到了 老师啊 总是客客气气的 让我在门口站着 不让我回那坐着去 哎 您瞧咱这人缘混的 这老师啊 他让我站在这儿啊 是为了让我呀 看得清楚 听得真正 这待遇 有个新名词啊 叫 VIP中P啊 我呀 是从这罗汉堂后面进来的 专到这前厅啊 这里啊 是天王殿 在这儿呢 供奉着四大天王 有人就说了 这我认识啊 这不是魔力青 魔力海 魔力红 魔力兽吗 哎 您先把您那风神演绎啊 先搁去 您听我说 咱不能够拿着这神怪小说 对神信谱 您说是不是 这佛教里说呀 天下呀 有四大部州 这四大天王呢 就分别 护卫着这四大部州 东方持国天王 谭皮巴这个 护卫着 是东圣神州 南方增长天王 就这拎着宝剑这个呀 他护卫的呢 是南瞻部州 西方广睦天王 就这脖子上夸赤蛇这位呀 他护卫的呢 是犀牛鹤州 这有事没事啊 下不下雨 总是拎着把雨伞的 是北方多闻天王 他保卫的 是北巨卢州 我呀 挨着跟您说个小秘密啊 您要是觉得这两天呢 他天气不好 您就上这庙里 天王殿 来求这四大天王 您看这四大天王 手里的发气了 他主抓呀 是风调雨顺 这些个发气啊 跟天气 他有暗和 您瞧了吗 宝剑风从魔力出 这宝剑啊 说的是风 弹皮吧 他得调音呢 这个是调 这逮了把雨伞喂干嘛呀 对喽 这就是雨 西方广睦天王 平时就好养个小宠物 这些宠物啊 平时就得骂嗓着 所以呀 他煮的是顺 哎呀 我听着呀 他都有点牵强 不过这庙里的居士啊 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呢 再卖杯给您 得嘞 对不对的 单说 哪不对呀 您呢 在留言区 给我指出来 我呀 下回再讲故事 按照您这改 我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在这呢 就负责给您 讲个小故事 逗您开心 您要是看我 卖力气 觉得不错 您就啊 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瞧那点赞见了吗 长安的 那叫强烈推荐 那样啊 对学徒 我很有帮助 今儿 咱们就到这 老几位 明儿见 咱们就到这里